小小 我收到了一张舞会的邀请函 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上次发布会你爽约了 这次舞会你会如期出现吗 好久都没有见到你 希望可以在舞会上看到你 就穿这个吧 小小 你在吗 希望今天可以在舞会上见到你 你喜欢喝什么 香槟的衣语怎么说来着 香槟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今天订婚 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 你开心就好了 你用各种手段逼我就范 那为的不就这种结果呢 跟你订婚我只是为了持世跟我妈 我告诉你 我们的订婚 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啊 好 交易就交易 就算我得不到你的心 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舞会 是为了持世和正世的联姻开的 你说持墨和正宝珠啊 他们三年前都已经在交往了 这门当户对 结婚嘛也是迟早的事 不是啦 我听说持墨早就不喜欢正宝珠了 今天晚上的舞会和订婚 没有办法前的关系 这个我能证明 之前持墨还约了我去想起呢 约了你 少臭美了 持大少爷要是能看上你 今天的舞会的主角就是你了 什么上流社会嘛 我也是聊八卦 韩逸 我 韩逸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 我来见证见证这 豪门的舞会长什么样嘛 但是这舞会是要邀请韩的呀 你从哪儿弄到的邀请函啊 我 难道你 不会这么快就穿帮了吧 难道是郑宝珠送她的邀请函 好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用我的那张邀请函 做了张假的 对对对 我就拿你那张仿这张假的嘛 妈呀 总算混过去了 要是让聪明知道 这场舞会是我给郑小姐制的招 才非消了我不可 你来得正好 这种场合我平时来得不多 我还有点紧张 你来得我自在多的 各位尊贵的来宾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聆听这次 池市主办的慈善舞会 下面有请池市集团的石墨先生 和正式集团的郑宝珠小姐 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今天的舞会 那举办这一次舞会呢 一来是谢谢大家多年以来 一直支持我们郑室和池市 二来是我和池墨将会有一件大事 要向大家宣布 这么美好的夜晚 我们家宝珠终于和池墨参加了 能有像宝珠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们池家的福气 郑室和池市这是有什么大途所 我知道大家一直有关注 郑室集团和池市集团 在生意上面的合作 那其实我和池墨在生活当中呢 也是非常的甜蜜 趁着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和池墨将会在这一次舞会上正式订婚 真的是订婚 在此我要特别地谢谢一个人 那就是站在那儿的韩先生 请你跟大家招招手 别 别去 在我和池墨的交往过程当中 韩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 就连今天晚上的订婚舞会 也是他帮我策划的 很逸 不然你早就知道一切 下面请我的威风夫池墨 为大家说两句 表个态吧 你妈和我爸都在下面呢 别让他笑过来太爱 今天我跟郑宝珠女士 没错 站在台上的这两位 就是金童玉女 让我们为这对新人鼓掌吧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 接下来有请这对新人 交换一下订婚戒指 韩依 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死当 你因为钱 你帮着那个女人来算计我 现在我像一个傻瓜一样 被你们耍得我团团拽 你开心了 你满意了 对不起 苏美 不是 你听我解释 老板子 喂 你干吗 这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别装傻 今天是我们的订婚 订婚 从 从 别 你听我解释 不 不是那样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喜欢的女人 只有好风景 迟墨 你给我回来 这道理是怎么回事 这迟墨闹什么名堂 怎么样 迟墨 什么都不用说 跟我走 还不快去 把你表弟给追回来 没想到正式大小姐 也会有今天的 来 干 这都什么事啊 这都什么事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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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